好 一 二 三 耶 超过一百位眼损商友将脸紧紧相贴 期许不同的外表能获得同样的尊重 阳光基金会邀请商友走到阳光下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举行第一届脸部平全日 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是用闪躲的 他这样的动作我们就看得到对不对 我们会受伤 根据阳光基金会最新调查 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人曾经因外貌异于常人而被不友善的对待 活动除了关怀商友更希望建立一个多元尊重的社会 以前都是比较是聚焦在烧商预防 或者是请社会关怀接纳我们的商友 那但是我们这次是平权也就是脸部平权的一个主题 来跟社会大众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吁跟邀请社会大众参与 涂上鲜艳颜料画上动物斑纹 在经历外貌变化的过程中 体验严损商友所受到的注目 让民众学习相互包容的重要 让大家都把心打开 然后认为说其实脸跟人家不一样也没什么 严损商友不像命运低头 不仅走出自信人生 也用自己的故事鼓励别人走出伤痛 我常常会忘记自己受伤 我看到别人的时候 我是用平常的态度去跟人家交往 你首先要先知道 你不是你倒霉也不是为什么是你 而是你可能需要这样的试炼 那你怎么样用你的心情去把它度过 透过宣导脸部平权 在互相尊重的同时肯定自我价值 建立不以貌取人的社会 记者陈怡君、陈玉莉、李廷恩 台北采访报导